你有沒有考慮讓他戴面具 他說他覺得不需要 其實戴面具是非常不舒服 我本來有這個勁 而且皮肉上基本上球員的心臟很強的話 打到兩個 這個如果以張博勝的進攻手法來講 先看到Wallershop Wallershop再來 右邊投完 投左邊眼鏡 這個得分其實還算一個正常圖來說 但是在防守端 讓對方有這樣一個空檔實在是不太可能發生的 連韋翰這個手 出手稍微軟 投剛他非常聰明 做到籃板笑話在旁邊 把球給傳出來 是非常聰明的選擇 平中對平中 郭蓋翔 記錄時間剩5秒 連韋翰收球之後直接中距離出手 還是有 連韋翰這個時候 站定之後把泰瑞放上來 打開楊天佑 謝忠榮 陳宣祥 面對國刀男 結果 黃金存整的宣傳 抽到直接存進去 余正如外仙接到之後直接開爆 可怕 這人都已經在籃框下的另外一邊了 硬是往後仰了 可以過來 盧冠良 能不能收下林韋翰的助攻呢 OK 而且這一球在收到球之後 不斷在想他到底在幹嘛 所以想到今天三分現象是三投兩中 林韋翰 面對謝忠榮 突然謝忠榮要後防了 然後林韋翰在投機兩天又小 沒有吃大 但Angelo轉身起來的時候 被林韋翰把球給撥掉 現在是Jones的快攻機會 輕鬆灌難得 林韋翰一個超傑又一個助攻 好痛啊 林韋翰 呂忠榮貼上來了 只要出手干擾 結果反而沒有 這個收球 結果直接被呂正如點掉 林韋翰 空中找周伯辰 假動作之後 歐洲部踩上來 這兩分拿下來了 好球 可惜只好了一半 台勒在今天 剛剛呂忠榮欠他一杯咖啡 林韋翰帶回來之後 突然控打出手 哇 這個回馬的三分間真的太傷了 是 領先20分啊 還是把主力球人放在球場上 看來出來 對這場球賽的看重 真的 這個是 必須要拿下的 腳給林韋翰 哇 郭湯南溜過來之後 假動作轉身 跑投投手 郭湯南 腳給陳順翰 掩護之後外線出手 沒進 哇 兩個人抓籃板 結果反而是 林韋翰把球給他今天這場比賽 最終 他贏了 幾波的反攻 都很快的 就被 玉龍用佔領來終止 回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